哈喽大家好,我是Paco 这台车的名字该怎么念呢? 很多人都不会念,或者是念错 那这台车真正的念法是 Hyundai Tucson 对 Hyundai Tucson 那还没有正式进入影片介绍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话不多说,我们正式 进入 介绍影片 Hyundai Tucson在马来西亚 供销售为三个版本 最入门的是2.0NA,然后最高级的就是1.6T 而我身旁的这台就是1.6T 售价为19588 而最入门版的2.0NA呢,它售价为15888 它售价的分别 有好几万 然后我们进来看看 到底这个1.6T的有什么值得的地方 那跟平时一样,介绍一台车 我们首先先从外观设计来看这一台车 第一点看的就是 超大的 Hyundai logo 还有就是这个水箱护罩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延伸到旁边这里的 其实呢,它这里是一个隐藏式的 Day time running light 然后它头灯其实是在下方这里 包括它的 High beam也是在下方 然后在bumper下方这部分呢,它是一个跟车雷达 所以这台车呢,它也是有ACC的 还有这个头灯旁边的这个 Functional通风口 这个可以让你在高速的时候稳定车身 还有一个小细节部分 就是在这个Day time running light的旁边 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个格子状的 这显然就是跟你说 这台车 其实走的是一个Premium的路线 来到车这部分 我们首先先看它轮胎 因为2.0 它是用17寸的 然后设计有点不同 然后这个是1.6T的 它用的是19寸的 所以它的那个轮胎的尺寸为235 50 59 如果是2.27寸的话呢,它就是235 65 17 这个这样子设计的话,它就是1.6T的 那看了它的轮胎 两台车的不一样的尺寸之后呢 再看看这台车的车身 这台车的车身呢 就是整台车最特别的地方 因为一般上 C-Segment的SUV 很少有这样大框的设计 就看到它的线条 从头头到这里 有一个点 然后从这里拉去后面又有另一个点 然后整台车的线条都是很夸张的 然后当然 它不只是看起来有拉长的感觉 而且这台车 它其实 在外国呢 它是long view based的 然后在马来西亚这里的 它的尺寸是比一般的 C-Segment的SUV还长一些 它总车身的长度为4630mm 是比一般的C-Segment还要长了一些 然后重点是它的轴距 它轴距高达2755 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里面的空间 也是会非常的宽 非常的舒服 可是我们再看看里面会怎样 车头的小细节的地方呢 其实它直接延伸到车尾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后面的这个下面的位置 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那不过最特别的还是 它这个隐藏式的logo 它是平面的 就是在里面的隐藏式的 然后只有1.6T的车尾灯 才有这个贯穿式的尾灯 车尾的底部呢 这里有个Diffuser 所以整台车看起来有一点像越野SUV 然后这里看到有个位置吗 这是可以伸进去 把后尾门打开的 因为马来西亚卖着的Toussat呢 它是加长版的关系 所以后尾箱也是非常的宽阔 比一般的 西亚卖着的SUV更大一些 那这台车也有一个 Full Size的备胎 那不管是2.6Nm或是1.6T都好 Toussat它都是前轮驱动的 动力方面 这台车是Turbo GDI 然后是他们 H&T自家的Smart Stream引擎 最大的马力输出为180匹 最大的扭矩为265Nm 搭配是这个7-speed的DCT 所以0-100只需要8.8秒而已 来到车内的设计最吸引人的肯定第1点就是 两边的位置感觉像一个 好像个人的铁铁铁铁 就好像这个位置是围起来是我的 然后那个位置围起来 就是passenger的 然后中间这一个 island也是比较高特别的高的 然后你可以发现到这台车里面并没有gear stick 因为它的换挡方式就变成按钮的方式了 就看到这里有一个RND还有一个P 就是你轻轻一按的话 它就很立刻instant样子的把它调去一个 你要的一个gear 就好像你要R你要N你要D的话 你是轻轻按一按它就可以了 并没有任何的delay 刚才我已经试过了 非常的顺的 然后 这个东西其实在上一代的 Hyundai的车款里面已经可以见到了的 所以它把它延伸到这一代 所以 也是平常好看 两张椅子它可以加热或加冷的功能 前面这里这个touch screen呢 它除了是中间是touch screen 旁边有touch button 可是这个 升量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滚动式的来做调节 然后在我的这个steering 其实是比一般车的steering小一点点 而且也比较瘦 所以握起来的感觉呢是比较有点优雅 elegant的感觉 好 这个steeringview它也是有这个padal shifter 然后这个steeringview的特别地方就是 平时都是3sport 而这个它不懂算是2sport还是4sport 它这个位置可以给你握 或者是怎样的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不过其实真正的握摄的方式还是用 touch button的这个地方吧 然后在我前面的这一个 这个digital screen呢 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它是full digital screen的 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的资料的 包括如果你换你的drive mode的话呢 你每一次换一个drive mode 它就会把整个layout都去转换的 转换的时候是看那个animation 看起来是非常的美的 如果我把它换去一个sport mode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红色 或是我去ecore的话 变成了一个 蓝色或白色的 所以这个 东西是非常的好看 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娱乐主机它还可以支配Apple CarPlay 而且是无线的 这台车所有的防撞系统或者安全系统 该有的它都有 再来就是这个座椅 其实它的包裹性来说是刚刚好舒服的 它在这两侧位置呢它并不会 太锁你的 腰 所以做起来是 会比较大的 可以 可以走动一个动作 如果你是比较大 体型的人你坐进这个车里面 你也不会觉得很窄 然后这里有一个按钮 而且你按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是蛮大的 可以放一个6罐或7罐的 可乐没问题 然后 Shering呢它是可以上下 前后都可以 不过有一个地方就是 已经卖着接近200千的车 为什么不是给电子的呢 还要manual这样子打开 要把它拉上拉下 有一点没有那么premium 没有那么好看 而且 没有ampium light 没有天窗 来到车尾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多宽吗 你说因为这台车 它是long view base款的 即使我是181cm的身高 然后80公斤的 我坐后面的话 你看我这里圈头 还可以有三个吧 而且这里呢 还有一个外进去的地方 就算今天我坐的是 195cm的人的话 我的腿部空间 也是非常的足够的 而且呢 只有1.6T的 才有这一个 冷气出风口 2.0NA的入门版 它是没有冷气出风口的 然后我必须再强调的 跟你说这台车的 腿部空间到底有多好 我甚至可以整个人 蹲下来这个位置 都没问题 可见这个位置 是有多宽的 那如果你正在寻找的是一台 C segment 又低调 又高级的 Luxury SUV的话呢 而且后面空间感 还要那么大的话 这台车是真的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台车 除了舒服之外 开起来会怎样呢 我们现在就去试试看 那这台车呢 它的 转换的感觉 跟之前 是很接近的 就是摸上去就是能有那种 比较硬 比较 高级的感觉 可是 除了转换之外 其他的地方 就好像dashboard啦 之类的 都跟之前有一点不同 之前是非常的plastic 就是 可能整个dashboard 都是用同一个材质的感觉 这个就是 这里可能是有布的 这个是软的 然后这里是软的 然后 中间是硬的 然后 有一种好像 参起来的感觉 看起来就比较是 有沉印 然后比较是那种 高级车的 感觉 这台车硬它是1.6T的 所以它加速来说 它肯定是有一种推背感 不过 不会很大 就是可能 你要把它调去sport mode 才会 感觉到那一个推背感 不过一般上1.6T在路上行走 或者是在家人的话 也是非常好用的 只是我觉得它上斜坡的时候 它的那个换挡 的logic 没有那么准确 就是可能它会比较 拖磁一点 它才会进挡 或者是可能是drive phone 不一样的关系 然后现在前面是一个 拐弯道 跟平时一样的 我们试一下 用比较高一点的速度来进挡 感觉是怎样的 首先把它调去 sport mode 然后把它调去sport mode 或者是你换mode的时候呢 那个切换模式 它的这个screen会有一种 特别的animation 所以看起来也是很爽一下 好我们试试 然后body road是有的 可能这是因为加长板的关系 它的驾速表现比较属于是那种 线性比较是顺着上的 因为现在一般上的涡轮增压的 它的扯头会比较是属于是有一点带一点暴力的 就是可能你一踏油的话呢 它就会有这种暴虫的感觉 这台车就比较少 这比较属于是舒服先行的 啊可以感觉到它 它需要把那个引擎的速度拉到4000多5000转的时候 才可以感觉到它的 它的力 就感觉像你开这台车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大小姐这样子 要慢慢小心的呵护它 而不是 它就是不能 不能很大汉到那种很暴力的那种驾驶方式 比较属于是舒服型的 Premium SUV Sport mode之后 它换挡也比较激进一点 而且当你慢速下来的时候呢 它会帮你退挡 这个好处有两种 一个就是 你要停的时候 那车有比较容易的把它停下 然后第二的好处就是 当你要Sport mode你要进完的时候 它就更准确的把你调好一个 对的车 然后 换去普通模式 这是Normal mode 那很明显的Normal mode之后 整台车感觉是比较重一些 就是你踏踏了好像没有什么想去的感觉 就比较是那种舒服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是Eco mode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Smart mode Smart mode就是它帮你去调节 该用什么 mode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那种高级感是比CX5好一点 只是操控来说就 没有CX5那么好 因为在马来西亚来说呢 这台车它算是 重型的SUV 不过其实它之前呢 它算是小型的SUV 然后 Tucson呢 它是在 Hyundai车款里面 它是最好卖的一款车 然后C segment的SUV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也蛮大的 不过价钱的分别就可以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这一台的价钱 很显然的 它是要玩着 Premium sector 就是可能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太过 花里花俏的 内饰或外观 这台车给的你就是那种 Premium 尊贵的感觉 像前面这里的 不平坦的路 其实在 坐在车里面 是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动作 而且连那个声音也是 非常的非常的小 这就是这一代最新的第四代的 Tucson 跟之前的分别 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那种 硬朗的 SUVS的设定的话呢 这台车可能你就会失望一些 因为这台车是比较是偏软的 看看它的这个换挡的敏捷度有多高 所以现在我们设定在2档 如果你拉超过10秒钟左右的话 你没有换挡 它会自动把你调去D 这个我们称之为Direct Mode 这是也是为了保护你的牙箱 首先是D5 So anytime你想要把它退挡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4 3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Instant Dock 因为我们都知道的D挡 你比较可以 比较可以容易把那个Dock 打起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扭力啦 那虽然它没有一般的 C-Segment的SUV 来的那么 好的那个控制 不过 其实它的那个 转换来说 是非常的顺的 2 3 就它换挡的时间是 很instant 有些车喔 它换挡的时间喔 会有一点 Delay 那这个这辆 这台车就不会 那因为1.6T跟2.0NA它的变速箱都不同 所以如果1.6T你能够做到那种敏捷度 其实在2.0NA那边可能是做不到的 自从马来西亚发布了这台 H&T 之后呢 第一个震惊到大家的 不是它的外观设计 或是它的 所有的科技 而是 它那个价钱 售价为 195,888 我懂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不如我买那个5或那个8 不是更好 更香吗 但是 我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游戏 当大家都在以价钱来做一个性价别的时候呢 H&T 他们就把等级升高一级 把这台车本来130多140千的车 直接推去200千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 今天 我选择买这台车 我开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会怎么说呢 大家就会说 哇这个人不简单 他开的是接近200千的SUV 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跟试驾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